大公報,在港言行不會內地定罪 2015年7月4日要問A02井水閘關超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了新的國家安全法 在這一大事上,一國兩制方針有一次得到貫徹和實施 從國民義務層面而言,香港特別行政驅使國家的一部分 港人當然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包括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 這是一國之必然,但是,從實施層面而言 兩制之下,香港與內地實施不同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 屬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全國性法律隨以以《基本法》附件三者外 不在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並未列入附件三 因此不在港實施,港人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按照《基本法》第23條,通過自行立法來實施 個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根本不用憂慮會觸犯法律 而另一方面,就23條本地立法 雖然特首兩真英和特區政府都已經說了 本屆任內無此計劃,但站不立法不等於永遠不立法 更不等於不可以立法 甚或連提起23條都有如洪水猛獸般要退避三卸 特區政府和建制人士對23條立法必須理直氣壯 不能含糊其詞,而值得關注的事 本港一些傳媒連日就國家安全法作出報道 聲稱在港煽動港獨及結束一黨專政者 日後到內地將會被追究 《蘋果日報》就大致標題 李卓仁何俊仁返回內地或被定罪 看來十分客人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煽動港獨就等同分離國家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憲法規定的唯一執政黨 鼓吹結束一黨專政,事實顛覆,肯定危及國家安全 鼓吹和煽動港獨和結束一黨專政 一旦有所行動,就是觸及國家安全法的嚴重違法行為 但是,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尚未立法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也說得很清楚 在香港的行為一般來說是受香港法律所規管 因此,所謂李卓仁何俊仁返回內地或被定罪 無非有事危言聳聽而矣 從盡視砲的報告